来那个吴金龙他有没有他有没有那个啥 有没有有没有人在诬陷你 是这样 我觉得我我我对那个他爸 他就他祖辈是那个我非常的敬佩 但是但是他他可能违背了 他祖辈的信仰可能 不说的吧 有点敏感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是你的信仰吗 我觉得我很敬佩国 那个 你不用说那个东西 我就我就都明白他说啥 你觉得那个是你那是你敬佩的东西吗 对我觉得看了以后觉得 哥们那你有没有尝试 你有没有尝试去那个地方待一待 也就那样 你有没有尝试去那个地方待一待啊 我我倒想去 我觉得我还没去过 我其实有那个耳证办案的 我还没去过 那你给位置腾出来 你抓紧过去呗 你加入他 你别讲话 你点光光舔 人都领工资 你分币没拿走 人家出来说这话人都拿钱的 咱还得靠爸妈给钱的 还有工资呢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你是你的生活过得很不幸还是怎么的 就是什么水平 我去年还跑了一千多里到广州 从咱浙江到广州一路玩过去 非常好非常舒服 你是浙江人 看了很多 对 上广州去玩了一圈 完了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一千多公里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生活 咱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比上不足 比下很有余 是不是这么理解 对的 是的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你是靠啥挣了个钱 我想知道 我们家里是包工程 家里面包工程 跟你 你个人创造过价值没有 你有没有挣钱能力 没有 我们没有 我学生 学生啊 学生 你平时都学点啥玩意 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 有就这种看法呢 我想知道 我还就是看看新闻 可能会觉得有些 是属于喜欢 喜欢没事 属于没事 喜欢骑墙头的看新闻 那种选手 是吧 对 但是就是无聊天 看新闻而已 就是属于就是 你看完新闻以后 觉得自己有自己的认知了 觉得自己这个三观 现在慢慢的感觉 看清了这个 这个社会了 然后这个社会 有它的问题 现在只有你自己 能看懂了 对 我也这么感觉 那你是你不如这么说说 你会不会说斗语 斗音语也你会说吗 你跟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说 你最不满意的是啥 我听听 呃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也没什么满意 因为我毕竟还是 记什么利益者吧 所以也没什么 如果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 我肯定会那个 不是你坑坑啥 哥们你说话 你什么毛病啊 你这容易声音 不你这声音违规 你把斗语也不是坑坑坑的 你你主播这么落课 我觉得斗语都可能被谈 就是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我猜的啊 那我就是我慢慢 我往上毛 我觉得我说的不会被谈 就你现在自从看完了 这些东西的以后 包括就即使你现在是个 你已经得从 从这个事上 已经得到好处了 哪怕你是受益方 你也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甚至你觉得就是来自 呃那边的 信息 他们说的才是对的 是吧 就他们如果 也有不对的 但是有可能有些 对我也是宰过 不对的 我觉得均均均就不对 对的就是 觉得自己思想很独立 你现在我问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思想很独立啊 对 我不说任何人的 就是我不会占任何一对 那假如说这么 我知道咱说 咱说许个愿吧 哥们 你也别说是来自谁的想法 许个愿吧 你当时你现在最想改变的一件事是啥 我听听 就是想把更多的机会给到一些没有得到那个的人 这是属于你认为现在的机会也好资源也罢在很多很多人手里面 但是很多人是享受不到这个机会你想把机会给给到更多的人手里面去 我这么跟你说 你先看看把话语权 这个东西别掉机会了 它也不是什么实质东西 让更多的人出来发声 把话语权扔在一些精神病人手里面以后 才会导致你能看见这些信息 你懂大概是我说的是什么吗 你看过他们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玩意是烧煤油的 他根本没有这些煤油 你看过这种节目吗 咱都帖子咱都拿出当个段子看 这东西你先有个基础认知 这些东西你总归不会不会以为是 以为是真的吧 不会不会 对吧 你应该这个判断力还是有吧 你在把机会给到这些人头上的时候 你要不要考虑这些人他配不配拥有这个机会 这很重要吧 对的 我举例我这么说 你家里面 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承包工程的也罢 或者是说做的多大也罢 咱这么说 这是你家里面 如果当时不是给到你家里面 给了一个今天 我问你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看不起的人 你特别看不上的 有 有吧 比如把这个机会给了这个人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按照你说的 咬牙切齿 你会觉得咬牙切齿 现在 此时此刻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已经让别人咬牙切齿了 那我现在想问 你既然支持这东西 你该做点什么呢 没什么好做 不你咋的 你不行的话 你叫我救护车 我看你 我怕你回回 回头过过气去 哥们 你怎么哼哼哼哼哼哼哼的呢 人呢 人呢 我手搁这呢 怎么哼哼哼哼的 你怎么 哎呦 我的妈 这存存 是不是 我说这反社会人格没毛病吗 这么存存反社会人格吗 哥们 我再说一个 如果说你家里面挺有条件 如果说你家里面 那个老爹是在社会上还挺有威望的 就你这个领儿 领儿子出去以后 就你这吭哧吭哧 这不上来给你俩大撇子 你这不处于没事 就跟人卡了眼睛那种 你不上来给你俩大嘴巴 不管呢 土爆发货 啊 咱家土爆发货出去 干啥都行 一边吃饭 一边扣有牙子 一边把脚脚踩椅子上吃啊 啊 我看你这样 你我说实话 你也不 你也不配在什么高端家庭啊 咱家是接工程的 还是干工程 你是没说明白啊 是因为就是你 你爸给人家干工程的 你是个叔叔运 咱说不好听 是属于刮大牌的 就是是吧 也是工程的 但人家接了 你觉得人家不行 你希望这个机会轮到你头上 要不怎么 其他的说法不合理啊 哥们 你是属于刮大牌的吗 刮大牌是家吗 你不是属于 你这可是说坑坑的 你爸还不觉得咋地 你爸回来晚上吃点那个花生米 完了喝点小酒 两眼肉痛红的跟人掰一会就睡觉了 所以你听到他说的言论导致导致导致你现在有这些看法吗 我已经鉴定完毕 我感觉差不多多少了 你知道吗 因为啥呢 你就现在就这么多回这么多事 你家里但凡有点能力的 谁叫谁家不嘱咐还低调点 能像你那种的 尤其是是一刷耿耿的 你这真的是我要还要我还有这些毛病一说话 就有总好那种 怎么怎么的就是几没弄眼这出的 我真是一大撇子 我现在没孩子 你别说你别说孩子朋友都板 我之前我不骗你 我之前有个前女友就有这毛病 一说话 一说话就咋还歪脑袋 挤没眼睛 我拥护这分的手你信不信 你只要是别人难得我就揍了 我上手了真的 一天一天下午的打拖就85回 你坑坑的 你坑坑的 那个管理员抓紧给从裙里面踢出去 持乳拉低整个裙的质量